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科学家常用X色线的绕色来测定这个晶体的结构 如果将这个波长为浪达的X色线 用电子数来取代 会得到相同的晶体绕色实验 来相同晶体绕色实验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说他们的波长一样 波长一样 因为X色线它是电磁波 但是电子它是物质波 物质波它们都是波 它们都会产生绕色 只要绕色的图案一样 就代表波长一样 再来 以测得相同的绕色图案 请问这个电子能量为多少 首先第一个 相同绕色图案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它们的波长是一样的 相同绕色图案 这个就是波长一样 它的波长就跟X色线的波长一样 如果你想要有参考公式的话 这个一般来讲 X色线的绕色 这个X色线的绕色最有名的就是布拉格绕色 那布拉格绕色呢 这个布拉格绕色 这个公式参考一下 布拉格绕色的公式参考一下 因为它讲到晶体 又讲到绕色 一般来讲是布拉格绕色 2D Sine Theta 这叫波成X 那如果是要找极大的话 要找N浪达的 OK 那只要是 金格结构一样 Sine也一样 对不对 那N一样 浪达就会一样 所以呢 只要是相同的绕色图案 它的意思就是波长一样 好 那再继续 它这个东西是电子 电子不是光 它不是电磁波 电子是一般的粒子 那我们高中物理的一般粒子 都是圆小于光束 那圆小于光束 1k等于2分之1mv平方 1k等于2分之1mv平方 来这个可以 1k等于2分之1mv平方 我们故意上下同层m 我们故意上下同层m 那这个各位同学应该都很熟悉 就是p平方再除以2m p平方再除以2m 那为什么要故意换成这个呢 来因为物质波的动量 可以把它写做h除以让达 物质波的动量 可以把它写做h除以让达 好 你再把这个p带进来 p带进来 这样就可以得到 h平方除以让达平方 底下再除以2m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所以本例答案呢 就选C 本例答案 我们选1 就可以了 好